再看看现在,整个中国人以为习太阳到了香港 以为所有人都到了香港 习太阳到了那块清理了香港 以为他们每个人都清理了香港 他不知道他家里面欠的房租、信用卡、车贷 癌症病,捂着肚子,打不起针 甚至打着假针 然后被隔离、被清零的政策 对他带来什么痛苦 他家隔壁跳楼的事都忘了 当一个民族集体的议淫 当一个民族集体的造假 当一个民族集体的欺弱,怕强的时候 这个民族就出大事了 造假造到这种程度,荒唐的这种程度 全世界现在一提这做笑话 我昨天晚上花了真经四个小时 来看,来了解,和别人沟通 我都不好意思 我甚至想说呀,实际他们做的不错 但是我真账不出口 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嘛 但是真没办法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笑话 荒唐 说原来中国人就这么玩儿 再看刚刚开的G7会议 再看看普京的下场 再看看世界上这人昨天到今天这个经济 再看看现在咱们的洗臂 你看看洗臂 走着看啊 再看看洗臂 再看看世界的大宗货品市场 再看看全世界各国政府 对中国的中概股 中国企业和中国金融 以及中国经济的封杀 以及对抖音 入木阿里 微信和中国留学生孔子学院全面的封杀 以及正在马上进行的在西方国家 要清理所有的教育界 知识界研发界 所有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有关系的人 过去是整个的黑暗来到了西方 这一次啊 你会看到 黑暗同样会把中国人裹挟进去 还不知道死活呢 就像清零政策一样 以为永远会发生在郑州 这个水灾会发生在郑州 淹死人 不会发生在上海 到了上海你就怎么着 你又能怎么着 从上海到长春到广东 你又能怎么着 所谓你以为只会在所谓徐州是吗 所谓你时时刻刻在每个人身边 而且可能你就是下一个 不灭共什么都是扯淡的 这两天听到咱们的好消息 我相信战友都懂的 咱们爆料公众好消息多到啥成 我们就多到不好意思了 但是一切都要灭共 不灭共一切都是扯淡的 但是看到中国人一个14亿的 所谓的伟大的神圣 太阳一样能量的所谓中国共产党 到香港演出这样一幕 真让咱丢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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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tem nerd 你 好的 然后 равля 弱